仅待几名官兵前出交涉 却遭到对方蓄谋暴力攻击 七八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 一边占据有力地形 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活动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依据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步成军抱头逃窜 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 付出了惨重代价 按着按着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八宝身先世俗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这些英雄的边防官兵 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留在喀拉昆仑高原筑起威俄戒备 中央军委授予七八宝 魏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魏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给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冉追忌一等宫 优优独立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